《蜗牛看西游》第69期文 最后给孙猴子到处请救兵留足了充足时间 自己不但糖僧肉没吃成,连命都丢了 其实,这里面有几个缘由,很多读者可能并不明白 所以认为吴承恩苦血乱血,留下个天大漏洞 第一,吃糖僧肉并不能长生 来自天庭,西天的妖怪,都是心知肚明 在往期文章《吃糖僧肉能长生消息谁泄露》的一文中 《蜗牛》就详细分析了 这条为什么是假消息 取经工程是如来佛教东进的一个计划 为何不直接让观音带到大唐 非得费事费力去去 如来说得很明白 如果经轻轻松松送到 东土屁民不知道珍惜 说不定明天就扔进村东头厕所去了 所以必须安排人历尽千辛万苦去去 但是路上的妖怪都不是傻子 知道唐僧是佛二代 有背景的大佬 他们抓他来干啥 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吃个屁民本当写 因此如来就只是观音 而这一消息散布出去 这样妖怪们就闻风而动了 但是真妖怪凑不起九九八十一呢 只得让天庭 西天安排一些人下去凑数 这些人下去也是解控吃唐僧肉能长生 但他们都清楚这是坟地里撒花椒 红鬼 因此他们演演戏就行了 谁敢真吃唐僧 谁会真吃唐僧 第二即使是真妖怪也必须遵守一定规则 不敢冒然吃唐僧在三打白骨精的时候 有一句话 眼见唐僧团队即将翻过大山 白骨精心想 等他们走过了我的地界 我就不能吃了 必须想办法 所以别看妖怪不乱住在山洞里 其实都有一定潜规则 即个人守住个人的地盘 修了别人地盘抢食 但是唐僧肉不一样 他们相信吃了能长生 因此就绝对不能吃毒食 长生不是不辞 自己把唐僧肉毒吃了 万一被其他妖抢去暴打一顿 不是就吃亏了 还有自己手里有那么多小妖 怎么分 分配不均 也不利于团结 所以先要忙起来商量一下 如何分食 第三 自己吃了唐僧 别人会不会来吃自己 大家都以为唐僧肉只稀缺资源 自己吃的 就有了唐僧肉的分子 那么会不会被其他妖抢去吃呢 上文说了 长生不等于不死 万一自己因吃了唐僧肉 成了大家争私的对象 这就惨了 所以还是等等再说 第四 必须先试探下天庭 西方反应 千万不要阴小师大妖怪们 经过这么多年修炼 终于炼成人形 个个都不少 他们如黑色灰的小弟一样 知道一路头就会被天庭 浮戒剿灭 因此 他们抓住了唐僧 一定要试探一下天庭 西天的反应 如果他们反应不激烈 那就大家一起整 万一反应太激烈了 送出去还能保一条命 综上所述 妖怪们抓到唐僧都要先绑起来 吃 还是不吃 这真的是一个关于生与死的大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